希望强好看精打细算的朋友 赶紧看过来 有两个振兴券可以强啊 首先是文化部加码3.6亿元 推出60万份的一放券2.0 专门设计给第一波没拿到 且为年长者未成年或身心障碍的人 在今天早上9点开放登记 接着中午已经突破20万人 期限直到9月6日为止 符合资格还没登记的朋友动作要快 预计将在9月8日抽出总奖的幸运额 拿到券后到明年2月28日前都还可以用 另一个则是农委会加码即将推出的优乡礼券 述步规划只要买600元的柚子 就可以领250元的优乡礼券 详细消息会在周四正式公布 话说回来新的振兴券接力登场 过去发放的四大券你花完了吗 如果四大券统统都拿到 就等于有免费的2150元零用钱 千万别忘了这些额外得到的零用钱 都是有使用期限的 像是农委会推出的农油券 即将在9月17日到期 截至8月24日下午6点 全台已经使用280万张农油券 創下将近29亿元的消费效益 不过还有220万张农油券还没使用 提醒大家到时候过期了就会立即失效 农委会之后也再也不会回收发放 所以大家记得赶快用 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啦 至于文化部议放券 客委会客装券 使用期限则都是到年底为止 目前估计议放券已经带来4亿1000多万元的商机 还有7.9亿元金额还没使用 大部分的民众都用在买书 买杂志或是看电影比较多 客装券则是截至8月25日 已经合销4794万元 预估未来可以为客装地区带来4.3亿元的商机 最后是4大券装使用期限最晚的动资券 到明年1月底才过期 从8月8日开放使用以来 已经累积1.4亿元的消费效应 估计未来可以带动400万人次消费 带来40亿元的商机 看来目前4大券发挥都带来不错的成效 不过好像还有很多人还没开始用 大家别忘了 这些好看不是人人都有 放到过期真的是太浪费啦 比撒人公司 比赛囧